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日子只有三次 分别是2019年2015年和2084年 真的是十分难得 这是什么造型啊 四一长六加七啊 父女节到了 回归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是做丈夫和孩子表情的日子 你爱不爱我 你笑不笑声 也是彰显半明天美好生活的大好日子 相结于旧社会 女性的日子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这也跟女性不断抗争 有着必然的联系 就拿国际妇女节来说 源于20世纪初 欧美一系列妇女运动的结果 并不是像有些人 想当然的认为 国际妇女节 只是国际共生主义运动的遗产 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 对女性的权益 会显得更为的尊重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战斗 而不是我们第一次战斗 要说这女人啊 老王想起了前两年的话题 女神和女汉子 这两年女汉的访问是比较少了 女子就是女子 怎么能和汉子相提比论呢 老王是始终不但同那样 自黑的手法上 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都是永不共同的 曾经我们一直呼吁男女平等 其实作为男人 真的要更多的一些担当 于是 女性优先就应该顺理成长 男人女人都是人 关于人性 也是不尽相同的 生活百分之内间 都是一个破坊 时间给予了我们公平的鬼神 老王是穿哪儿去了 真正女性 从我做起吧 事业们就得挺起 英文怎么说 To be a Batman 生活趣事多 老王来说说 我们下期再见